来顺正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,查哈尔学会研究员,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会员。 最近一段时间,美国贸易战,大棒物得虎虎生风,包括中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其害。 对于伊朗,2018年5月,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,重启对伊朗全面制裁。 制裁领域包括伊朗石油部门、汽车行业、国际金融交易等。 今年5月初,美国全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,并宣布取消对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忽念。 对于中国,美国于2018年3月,该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摩擦,并不断升级。 从今年5月10日,开始对2000亿美元,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,从10%上调至25%。 对于墨西哥,5月30日深夜,特朗普在其推特上释出动态称。 从6月10日起,对所有从墨西哥入口的商品加征关税,从5%逐月增至25%,直到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问题,获得解决为止。 和韩美等国际社会回过神来,印度又遭了殃。 6月1日特朗普释出行政命令,将在6月5日,结束对印度的优惠贸易待遇。 将其从所谓的普惠制待遇框架下的受益发展中国家名单上删除。 美国打击面如此之广。 从总体上来说,是美国优先思想在作祟。 特朗普上台以后,要求全世界都以美国为核心。 为美国牟利,对于那些威胁到美国地位的发展中国家,稍有不慎即会面临制裁。 从具体来看,美国对于不同发展中国家考虑的优先事项,也各有不同的。 对于中国,美国将其看成是未来自己世界王位的争夺者。 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,中国有助庞大人口、市场、资源。 近年来在经济、科技等领域的发展,都颇为出色。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,与日俱增。 庞大的国力,以及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文化、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。 让美国认为,中国有威胁到其主地位的可能。 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崛起,需要遏制在美国社会大行其道。 美国政府将未来的国家战略的重点,从反恐转回大国竞争。 中国就是其针对目标之一。 这其中,美国助力打压中国的科创能力。 美国认为,自己一直领先的科创能力,又被中国超越的可能。 本次贸易摩擦中, 美国矛头直指,中国制造2025,无论是中兴事件还是华为事件,都表露出美国维持自己在高新技术领域垄断地位的意图。 对于伊朗,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,美国就将其视为在自己主导地区的安全秩序中不可调和的挑战。 特朗普上台后,更是将遏制伊朗作为其中东政策的首要内容。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,特朗普古将伊朗称为流氓国家,不仅要剥夺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手段,而且也要阻止它在中东获得优势地位。 同时,美国与以色列长期保持盟友关系,特朗普更是身边聚拢了一批轻易的犹太人。 使当前美国政府更加袒护以色列,如在2017年12月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,也更加倾向打压以色列在中东的主要对手伊朗。 再加上特朗普甭闹必反的趋向,这些都导致了美国必然要出处为难伊朗。 而美国此次制裁墨西哥,一方面是因为非法移民,确实给美国国内带来如治安、就业等负面影响。 另一方面,非法移民问题,是长期困扰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。 当年特朗普当选时,就秉持住坚定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。 当选后特朗普为了兑现诺言,不惜冒住巨大的政治风险,宣布国家紧急状态,动用军事开资修建边境墙。 随住2020美国中期大选的临近,特朗普需要积累政治资本,因此再次在移民问题上,向墨西哥施压,以取悦那些支援自己的美国民众。 至于印度,笔者认为,此次美国终止其普惠制待遇,更多是出于对印度不按美国指令形式的不满。 美国一度希望将印度打造成印太战略关键一环,利用印度遏制中国。 但是莫迪政府外交作风误实,并不为美国马首是真,在与中国理性交往的同时,依然不顾美国的威胁,从伊朗进口石油。 另外按美国说法,印度不肯开放市场,购买更多美国产品。 以缩小于美国的贸易逆差。 所以,美国此次取消了异度的普惠制待遇。 以让其警醒。 综上。 美国优先之下。 特朗普政府对于潜在的竞争对手,采取了量体财衣式的阻挠措施。 而这种对不同国家的量身定作,必将给世界政治经济秩序,产生深远影响。 国际社会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。 本期欧阅的语言之下。 本期欧阅的语言之下。 位于潜在的认识。 王民社会对于潜在的认识。